论文门开箱频道 召集所有的真学者 按赞分享小铃铛抖内 还有礼拜六的论文门开箱联播 论文门开箱充订阅 把声音送进总统府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想要跟大家谈谈 因为刚刚彭P就是有特别提到 就是帐委会法官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跟益神 又回到他手上让他再判一次 希望他可以好好脑袋清楚的 好好来判啊 但是呢说到这个 他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 也是现在论文门整个的重大进展 就是当初的这个 就是论文门不存在之数嘛 因为就是走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现在呢要继续来恢复根审 可是怎么那么巧啊彭P 恢复根审这一天 就是张靖律师被搜索 被带走的这一天 这同一天怎样是算好的是不是 哎我也不知道 当然这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很多嘛 有一个莫菲定律 Murphy's Law 很多事情你觉得不会发生 那就是会发生 我来讲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现在好全中华民国全台湾 就只有三个律师敢接我的案子 当我的辩护人 你知道我手上挂着的案子 大概有十个 包括贺德芬老师的 论文门相关的案子 至少有十个案子 要操死我的律师吗 全台湾敢站出来接这个案子的 三个律师 张靖律师 李政华律师 还有一个英雄初少年的 同行律师 三个律师 好啦 你把我们律师当中的 资助张靖 把他给积压起来 不小心给他积压成功 你知道这一积压可以弄多久吗 两个月再弄两个月四五个月半年 至少四个月 对 半年至少四个月 可以把我的左右手 把我们这个论文门当中 重要的律师给关起来 而且你知道这个 罗义德法官罗厄金吗 他当时的积压是什么 积压禁止通讯禁见 不能联络哦 不能见面 所以万一给他积压成功 我们将近是四个月 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好啦 我到了美国 你给我通气 所以很多这个朋友跟我讲说 腾平你千万别回来 你到机场之后 他立刻把你扣住说 你有逃亡之余 然后积压 两个月再加两个月 四个月 然后呢 不小心在监狱里面呢 说你跟人家起纠纷 然后被乱棒打死 然后论文门就结案了 千万别抬头 千万别回来 这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陆陆续续不断的 跟我发出的一个信号 还包括了以前情志单位 退下来的 我就不多说 反正这些人都告诉我说 千万别抬头 那他把这个张静呢 想要把他恶整一下 让我没有律师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案子 你知道我们这所有案子里面 论文不存在之室 是无论如何闭着眼睛 我们都要赢的 所以为什么张永会法官 他不敢开庭 然后故意就把我们判败诉 因为他没法开啊 这一开就要去调查嘛 那你拿出来给我看啊 1984年的论文在 你拿来给我看啊 你去把国图那个拿来 对不起啊 那不是肯特基 那就是2019的论文嘛 那你说这个项论文吗 哎 张敦涵现在手上拿的 你告诉我这是论文 你别开玩笑了 这明明就炒纸嘛 所以啊 1984年的论文不存在 不存在就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官司我们不管 正的打 横的打 竖的打 道的打 我们都没有输的空间啊 如果你敢判我们输 你敢告诉我 1984年的论文存在 最好的方法就是 请你在判决书上 顺便附上那本论文给我看看 所以张永慧法官 现在讨论默在乡了 他的这个恶计量 不能再玩一次 他第一次玩的方法就是说 哎呀你们告这个东西呢 跟我没关啊 因为你告这个东西呢 没有法律上的利益 所以你这是一个基础事实 基础事实没有法律的 这个联动的利益 所以你不能来告 就好像说你不能雄雄 拿一个这个古董花瓶 你跑去法院告说 哎法官你帮我看这个古董 是真的是假的 法官说你有神经病啊 你不会金华街问吗 你跑来我这些问干嘛 可是如果张三卖了一个 假花瓶给你 告诉你这是古董 收了你一千万 那你就可以上法庭了 为什么 这就不是单纯的鉴定 这个古董是真是假 而是要藉由这个古董的鉴定 来处理两个人之间的侵权 或者债权债务关系等等 所以全世界 连这个蔡市长阿婆都知道 我跟蔡英文之间 就是因为这本论文 造成了那个 简不断理环乱的关系 而且还牵涉到了一钢子人 一卡车的人 所以这所有的案子 就深细在一本到底有没有合格的论文 你没有论文你怎么会有学位 所以张勇慧法官 他不敢办这个案子 因为他办不下去 所以只好呢 把他拼入入的给他结案 盼我舒服 直接翻桌了 现在二审 对直接冰斗嘛 就好像那个手上拿到全是什么 什么147 258的牌 那你说翻桌以外 你还能怎么样呢 好 好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 你发回更审一审以后 张勇慧要怎么办 他再来玩一次说 这个案子跟我没关 显无理 显无这个法律利益 不能嘛 你就被二审打脸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那干脆把你的律师抓起来好了 抓完了以后你就没有律师了 对不对 你这个告诉人没有出庭 律师又被抓起来 那这个案子不就结了吗 所以来这一套 那你别开我玩笑了 等你把我律师抓光了 你小心我突然有一天 这个坐着 我跟拜登借一下空军一号 我突然降落在那个松山机场 我回来了 所以你别跟我玩这一招 记得通知我 这一招 记得通知我 给你独家 论文送完松山机场直播 直击 直击彭P 他的空军又要回来 这个我看到现场网友 叶淑仪啊 刚刚补充了一下 说那个论文啊 炒纸等于撤纸啊 对啊 那个拿来 对 大家都知道 可以拿来干嘛是不是 因为刚刚 除了讲到这个时间点 巧合的部分啊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愚人节这一天 还有一个论文的 也是一个重大进度 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因为赫德芬教授呢 这个告发教育部长 这种攀文中的案子 等一下在北减 两点半的时候会开庭 但是呢开完庭之后 我们在三点半 因为会有记者会嘛 到时候呢 论文门开箱频道 会同步直播 那请大家接续来锁定了 记得哦 等一下三点半的时候 这个直播 我们也会把稍早 这个北减的画面 就是等一下啊 大概两点半的时候的画面呢 我们在三点半的时候 一并来播出 那彭P 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赫德芬教授的 这个告发 他其实在整个的论文门 去追下去的案件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首先跟所有论文门 开箱的同学们 拜托一件事情 多支持中天电视 哎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没有中天的话 论文门的所有开庭 所有这个论文门的经历 仿佛在世间不存在 这个世界有这么离谱的事吗 跟论文一样不知道在哪里 一个牵涉到一个国家元首 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 媒体当中没看到 这真是台湾这个媒体史上 最荒唐的一页 所以请大家按赞分享 小铃铛抖抖抖抖抖抖抖 抖抖很重要 虽然钱不是重点 重点是给慧荣 给这个中天电视 给这个蔡衍明鼓励 虽然我们这钱对他来讲 杯水车薪 这根本就连杯水车薪都说不上 他根本就可能就是连弯腰 对弯腰都不会剪 这样讲节目会不会停掉 但是我要讲的是 这代表的一种鼓励啊 对不对 这代表一种肯定跟鼓励 所以拜托大家多支持中天 我真的感觉 这个也要感谢NCC 当年如果没把你们关掉的话 你们今天可能没那么大的胆子 所以这一切冥冥之中注定 都有上帝的旨意 好 今天的这个案子是什么 是贺德芬老师告潘文中图例 很简单 你凭什么把蔡英文的资料 封锁到138年12月31号 这个资料的本身 它牵涉到蔡英文的违法事证 那蔡英文的违法事证 它牵涉到蔡英文向国家 诈领了不知道多少钱 包括了副教授 包括后来的这些相关的公职人员 因为你在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 你仍然谎报学历 你的副教授 你的教授 没有博士学位 你硬要报 你有博士学位 这些东西都是诈骗所得啊 那今天如果你教育部讲实话 把资料摊出阳光下 蔡英文至少要赔偿个三五千万 所谓的诈骗不乏所得 结果你为了这个 你去把他的资料给隐藏了 那是不是涂利的蔡英文 让他免于赔偿三五千万 这不叫涂利什么叫做涂利呢 而且你看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立法委员陈学生去要要不到 我们开公听会去要要不到 赫德芬老师向教育部 宿院委员会提宿院要不到 一气之下打到行政官司 又被你行政官司给封锁了 因为表姐夫在那边 那这一切的行为不都因为 你教育部不愿意公开 蔡英文的相关档案 还要把它封锁到138年 12月31号列为国家机密的最高机密 之外的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也不过才30年 这不叫涂利什么叫做涂利 我们就告你这一点 而且潘文忠 依侯大卖造 涂利只是一个 你潘文忠还有你这个 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你们后面还一堆的恶官 你们所做的事 庆竹难输的还多了 我们一按一按告 一按到海枯石烂至死不渝 又把愚人节当情人节 好 在这边呢 先来感谢一下线上网友RT森 给我们的donate非常谢谢 他说支持彭老师 和良心媒体 震惊关不了学生报道 你的学生来了 还有呢 阿力不打 给我们的赞助donate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因为这个案件 他们手法招数真的太多了 甚至有时候感觉好像 是不是会安插个案庄啊 就算真的有这么搞 好像也不例外 不意外 那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李振华律师有提供的这个 这个是 哇 铭着做球啊 彭平这个帮我们讲一下 这真的是铭着来耶 对 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蔡英文先告了贺德芬跟林桓 好 这个案子呢 按照正常情绪有人提告 那台北地检署就应该按照法律 应该要分案 早期台湾的司法界 为什么会那么多红包 就是因为检察长啊 这个法院的院长 他们掌握分案权 那他就把某种案子丢给某些人 他就知道这个案子可以大案化小 或者有的案子分给某些人 就可以小案变大案 所以他就可以收红包 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他只要把案子放到某一些人身上 他就知道这个案子 那收到这案子也心知肚明 他知道这个案子放到我身上呢 意思就是要我大案变小案 或者小案变大案 所以大家呢就这样 交相贼的情况之下 让台湾司法在人民的心目中的 观感极差 那这些法官呢 这些司法官包括检察官 就可以上下其手 拿红包收好处 所以台湾民间流行一句话 一心胆婆 二心轻婆 三心抵抗蜜 这就是台湾司法界 长期被人诟病的原因 但我也必须说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司法官 比较有风骨 而且随着台湾这个民主解严 人权意识的高章 慢慢的这种司法界 明目张胆的索取红包的陋席呢 有了很大的改变 可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 就是想要逢银拍马 想要升官的 这样的官城文化仍然存在 好 依法这个案子进到台北地检署 那时候检察长就是今天高升 愚人杰高升检察总长的邢太昭 他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案子应该电脑分案 结果我们去月券发现 他大辣辣的直接用他的手遇 还盖了他的司章 直接把这个案子派给了 号股的检察官黄伟 这不是违法什么才是违法呢 而且我在这边先保个密 他在这个卷宗指挥办案的过程当中 还露出了好几个犯罪的证据 我们通通都掌握了 2025年我们会一件一件 哪里十五年啊 当年我是个小虾米 在第一届检察官评见委员会当中 不是我一个人啦 当然我们还周边还有几个 这个很勇敢的伙伴 在黄世民担任检察总长 不可一世的情况之下 仍然是现任的检察总长 我们就把他绊倒 他被判了一年三个月的徒刑 不是我们厉害 是因为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敢于对抗强权 我们不会被摸头也不被收买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们这些恶官 丢摆没落皮的骨 你们绝对插翅难逃 一定追你追到海枯石烂 致死不渝 天涯海球再帮你补一个 我看到线上无姓网友 他说所以邢泰昭升官了啦 还有林他说蛤 被告可以不出庭吗 应该是因为看了我下的标嘛 有种传攀文中啊 其实在这边我也要跟彭P分享一下 我真的去查了一下 就是检方在这个分案的部分 现在是根据这个地方检察署 及其检察分属处的处误规程 第24条的第一项 他说什么 检察官配售案件 按收案顺序轮分或抽签定之 案件性质 需要有特别知识或经验者 我想这个案件可能没有到 那么的特殊啦 再来由专顾检察官以轮分或抽签为之 但检察长于必要时得亲自办理 或指定检察官办理 所以呢看得出来 他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比较有趣的是 这当中的第五小项他说什么 他说有第一项这样的情形的话呢 检察长之指定应以书面赴理由为之 并赴于券内或令券保存 所以说邢泰招他去指定黄伟 来去指挥侦办的话 那代表他必须要把理由记录下来 我很好奇他到时候会是什么 他显然他是没有放在券内嘛 那按规定他必须要令券保存 那那个的令券到底又在哪里 到底写了些什么 他有没有按规矩来 这个也会是之后 可以去追的一个方向之一 目前有掌握吗 好 就算他有写 一个妨害民喻的案件 符合你的这个特殊案件指示吗 那我们就来法院好好的谈一下嘛 好奇他会有什么样的理由 对 我就来看看你的理由嘛 不然的话就是 喊哭食烂至死不渝嘛 追下去 好 因为刚刚呢 我们看到那个蔡英文的论文啊 被彭P说看起来像草指啊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 哎 现在不只是我们的 蔡总统对立可白情有独钟 写个论文都要给他磨挤一下 我们就连这个检方是不是 上行下效啊 现在是连传票都可以涂立可白 这太荒唐了吧 前所未闻哎 这个传票突立可白的我也是传闻听说 我没有亲眼看到 听说时间被改掉 就是你知道这个来 来这个G提的罗易德检察官 他手上拿了三张票 先搜索在这个G提 然后就是传唤G提搜索 他三位一提同时到位 基本上这是违法的 这是违反人权的 他已经就是摆明了 我接上来我说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收到 我也要鸡押你 我要把你带回去然后鸡押 他就差没有鸡押票一起带着 就是这整个过程 你可以明白的看到 他们这个知法犯法的粗糙手法 那我是听张静律师跟他的律师 就周边的朋友转述 你知道张静还怎么样被恶劣对待呢 他好像五点多被带到看守所 检察官晚上十点半才来 才过来这个开机押亭 才过来讯问 那我就要问一问咯 这个五点半五点钟被要到看守所 那十点半才来讯问 这中间五点半算不算妨碍自由啊 就是你这算不算 你人家连嫌犯都称不上 你凭什么把人家拘留五个半小时 同样的 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要来告一下罗伊德 你证明一下 你这五个半小时去哪里 去按摩吗 对不对 你公务在身 你这五个半小时跑去哪里 那你的被告 或者你的犯罪嫌疑人 就这么倒霉 要在看守所 莫名其妙待五个半小时 所以这些人办案 一点人权观念都没有 好 那听说呢 这个船票 的鞠票 要给他的时候 那个时间 因为他事前写的 张静拿到的时候 那时间已经过了 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已经 发生完毕了 没我的事 对 所以张静跟他讲说 对不起这过期了 这不是肯德基 我不去 可是后来为什么张静还去 还被这个检察官写在他的这个 激压理由申请说 他说 却不配合 张静对配合可见什么 可见他没有反抗嘛 可见他知道说 对他这个传唤是合法的 所以他配合上车 他说 你要不要笑死人了 你今天有一个歹徒 拿着枪压着你 叫你把钱交出来 最后这歹徒主张说 你看嘛 他也是乖乖的 把钱交出来 可见什么 他这钱是要给我当零用钱 零花的嘛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检察官 你看看那个阵仗 十几个标形大汉的刑警 能不配合吗 你怎么不配合 我请问你 要被五花大榜抬上车吗 有这么难看吗 所以啊 而且 真的很无言 而且张静那个时候 做任何的反抗动作 马上会被冠以防害公务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选择 对不对 你看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他掉头就走 你觉得会怎么样 马上大外哥过肩摔就来了 我怕身子骨可能会扛不住 对对对 张静最近被他折磨的 真的蛮惨的 我觉得 哎 我的学长虽然是大我几岁 哇 骨头要散了 他虽然大我几岁而已 可是看起来像圣诞老公公 所以这样被整 我真的觉得很不忍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这些 真的是 真的是元首不仁啊 以百姓为出狗啊 我觉得实在是 台湾不是个人权国家 真的不是 你看这个大阵仗 抓匪谍吗 这个通常就是 大概就是什么样的药犯啦 药犯才会出这样的阵仗 好 在这边我也希望 这个彭P跟我们分享一下 昨天今天 哎 昨天对 你的时间昨天啦 又还是今天 接受专访这个部分 昨天 昨天嘛 那这个部分是有特别讲什么 还是说就是要让蔡英文 不存在的论文 就是真的是糟糕全世界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动作只有一个啦 就是用好英文对蔡英文啦 就是啊 顺便教一下蔡英文 希望他有开心 希望他有开心 说英文 OK 基本上就是要 要开始走出论文门的国际化 我的中文媒体已经走完一圈了 现在是英文媒体 那这个Ronald Lin呢 是一个台美人 他现在正要去 他正在参选 County的Commissioner 那怎么翻译呢 有点像现议员的角色啦 那他很优秀的是一个Darker 那当然是透过台美人牵线 安排了这个访问 那他这个访问的本身 因为他的角色 比较像是一个news agency 他的这个频道 你看看的人没有很多 是因为他不是一个 对外公开的公开频道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通常是录完以后 给周边的一些人知道 他没有做特别的宣传 然后把这个东西 同党 他是共和党 同党的从政同志跟媒体 所以他算是一个媒体中的媒体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 因为刚好是朋友 签了线介绍的 我就欣然接受啦 那他也很优秀 他这个节目其实其实蛮好的 但是是全部英文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英文不排斥的 可以来看看或者订阅他的 现在应该开放啦 因为他现在要参加这个 County Commissioner的一个选举 所以大家可以来支持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英文的访谈 四十几分钟全部都在谈论文门 谈我为什么被通缉 谈这整个案子我怎么样认定 这是一个假学历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是什么 他问我说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然后对我个人对我的家庭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问得很详细 所以我相信一个老美花半小时 可以把论文门从开始到现在 整个过程很清楚的 从我们的英文对谈当中可以看到 那所以这个访谈其实很珍贵 也是我迈向白宫之路的第一步 我们会把这个论文门广为宣传 希望有朝一日 我的好朋友Joe Biden呢 可以跟我约喝咖啡 跟我说嗨Dennis 我想了解一下你在讲什么 希望有这么一天 好 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就是你现在把它截图下来 底下关键字呢你去搜寻一下 应该是可以蛮顺利 可以找到的相关这个影片啦 这个全长四十几分钟嘛彭P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去来搜寻观看一下